武漢肺炎 疫情延燒 指揮中心在昨天宣布 國內新增十位病例 其中有兩位是本土病例 都沒有出國史 其中一例感染源不明 是一名五十多歲的社區女保全 指揮中心正在調查相關的接觸者 以釐清感染源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現在公佈國內新增十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分別為八例境外移入 以及兩例本土病例 截至目前國內確診病例 來到三百三十九人 其中有五十人解隔離 指揮中心表示本土個案分別為五十多歲 男性案三三五以及五十多歲 女性案三三六 兩人都沒有出國史 其中案三三五多日腹泄不適 曾到診所以及醫院就醫 三月二十號曾與印尼境外移入的案二九一接觸 三月二十三號發病曾兩度就診症狀都沒有緩解 因為得知案二九一確診於三月三十一號再次就醫 院方當天就立即收治負壓隔離病房裁檢 在二號確診 至於案三三六則是北部社區女保全 三月十七號出現喉嚨痛 流鼻水 咳嗽等症狀 三月二十六號發燒到診所就醫 三月三十號因為症狀持續到診所回診 被診斷出有肺炎的情形 收治住院裁檢於二號確診 此外為了防範有症狀入境者 回到社區成為防疫的破口 指揮中心也宣布從三號起 只要入境旅客有發燒呼吸道的症狀 在機場採檢後就會直接由防疫車隊 送到集中檢疫所等待採檢的結果 如果是陰性症狀也恢復 會由醫護人員評估是否回家 繼續居家檢疫 記者委呈陳信龍特匯報道